高大威猛体型壮硕的英雄人物 这是绿巨人后客给人的第一印象 但如果变成其他颜色 你可以接受吗 大朋友小朋友 抢着跟绿巨人后客拍照 这显眼的绿色是他的招牌特色 但创作者史丹利接受访问时说 绿巨人一开始的角色设定 其实是灰色的 会 会觉得比较阴暗 感觉好像因为绿色可比较亮 大家会比较容易记得他 太暗沉的一边吧 对 我比较喜欢这个颜色 当初会设定成灰色 就是不想要影射任何族意 但每每把草稿送去印刷 不是颜色过深就是太浅 唯独绿色印出来较稳定 史丹利干脆把灰巨人改成绿巨人 骑士超级英雄系列 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名义 电影中男主角被蜘蛛咬了一口 隔天起来瞬间有超能力 但创作者史丹利则说 当初其实想要做个昆虫英雄 像是蚊子侠 瓢虫侠等 但这些昆虫都没有特别的能力 再改成攀岩跟喷丝的蜘蛛人 我觉得不错 而且它有那种爬的能力 我觉得蜘蛛人OK 变成蚊子侠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不行好弱根本没为力 随着电影一部接着一部上映 各英雄们人气洪让 甚至有网友不锁定复仇者片段 二高短片电影复仇者联盟 预告片搭上台语歌 一点违和感都没有 连名字也改成英雄世家 瞬间变成台卫十足的八点党 不知道创作者史丹尼克兰了 会不会也觉得很有趣 记者红旭王牧宁台北参考报道